早生才从里头跑出来 晚上你又被抓回去了 非常夜里呗 是吧 铁库占你而又如 就刚离开地狱 你又跑回又又转进去 但是那个地狱里头怎么惨 下面再更惨呢 看啥 登刀山也则具体无完乎哦 所以呢 今天那些风都鬼城 跟你说那么多 哪来的 就是那个地狱滋葬经里头来的 登刀山嘛 下游锅嘛 这个你们就跟你描述了 惨不惨啊 惨不忍睹 怎么惨不忍睹啊 你看登刀山 就那个刀山上啊 就那个山你想上高山吧 你的夜里就把你牵着你去了 可是那个山上全部是刀 你看那个刀的叶子在那转 你一踩上去 那个刀也这么一转了 就把那整个人像雨点一般 把你全部生起给你打碎 所以这具体无完乎 你那皮肤没有一件是好的 这还不算咯 攀剑术也在方程结果列 还有什么呢 就是那个地狱里还有一种果报 叫剑术 就是那个树子上挂满了剑 你看那个剑挂了树子上 那个剑的头不是朝下的吗 你那个夜里一圈着你 你就去碰它 那个碰了 那个剑也在那里转了 就把你这个人的身体给你砍着一寸一寸的 全部给你裹断 好惨的咯 这还不算惨的咯 后头还有更惨的 你说老子上刀山 上剑术 整累了 要歇一会儿 你以为那儿还有休息的 没有 那儿可没有宾馆 你说我给点钱 我休息一下 不行的 你累了 你饿了吧 走着你半天 你说我饿了 旁边那个那个管监狱的监狱长 就等于那个卖好油多的店长 就找你了 你饿了 就那个叉子 那旁边有铁丸咯 那个铁丸烧得红红的 你饿了 就把你那个嘴给你弄个钢签 撬开 给你把那个铁丸红红的 五十一两块进去 饿了吃去吧 今天就有了吧 你看那些人得了十道癌 你吃不了东西 就把他嘴巴给你敲开 然后啊 啊 给你搞 那不就跟地狱一样的吧 是不是 所以我说哪里是地狱 你跑到那些医院去看看 多少家里地狱像 是吧 有的 我有一个就看到过哟 那个人得了老年痴呆症 咋也不知道了 吃饭也不知道 就请个富士照顾他 那富士就拿个那个 钢的条根 就使劲一遍一个 把他牙齿跟他奥开 就把那个换 用个条根本 吃 让你吃 不就跟这个一样的吗 啊 所以你看 热铁不出鸡 吞子则肝肠尽烂 啥呢 就刚才我跟你讲的嘛 你说我上刀山也累了 把箭水也不要搞累了 我饿了 饿了 好了 那个那个鱼竹 就是那个管监狱的人 管监狱的不是人啊 管监狱的人是鬼 管监狱的 就是你热了 你饿了 你看不是鸡吗 鸡口吗 你饿了 鸡饿了 他就把那个铁碗 把你嘴敲开 给你舍进去 但是 那个铁碗烧得红红的了 吞子者肝肠 静烂 那个热铁碗你想想看 吞进肚子里头 肚子里全是火啊 结果肠肝肚子都给你烧烂了 但是我也奇怪了 但我没研究过啊 没有发研究 那个地狱里的人还有肠子啊 是吧 我妈也有 这经常写的吧 不会错的 是吧 单肠进烂 你想吧 那个铁碗人撑下去 不把那肠子肚子全烫坏啊 什么大肠小肠 胃 是吧 五脏六腑 全给你烧焦了 你还吃不吃 你说我不吃了 我渴了 我口干 我要喝水 那个地狱 你地狱长的时候 你喝水啊 来 干嘛呀 羊桶难咬咳 影子则骨肉都蜜 你不是咳了吗 旁边就给你准备好的 用桶子 烧好的水 哎 你要喝 嘴巴张开 那个锤 给你咬一碗 喝去吧 那个桶水啊 你看 咬进你肚子里头 你吞下去 骨肉都蜜 那个蜜是烂的意思咯 就你骨头啊 肉啊 都给你烫坏了 苦吧 这还不算 还不算惨的 下面还有 地狱解枝 则断而伏去 嘿 你说我这个时候 哎呀 我不喝了 我不喝你了玩意儿了 不喝了 好了 进入下一程序 就等于你搞电脑一样的 是吧 跟你搞连接 一个程序 一个程序 给你编好的 也逃不了的 知道吧 嘿 那个锯子又等着你了 哎 你说我也不想吃了 我也不想喝了 好 那就来吧 还有墨盘推的 那墨子给你推 行不行 现在锯子给你锯 你人站在那 你看那个锯子 怎么一拉 又给你拉断了 拉断了干嘛 断而伏去 哎 这个锯子一拉开 你又长好了 长好了 又拉 又断 断了又拉 拉了又断 苦啊 哎 你说把脑子拉断了 我好苦 老子躺在那装死呗 不起来咯 嘿 下面还有 炒风吹子 这死已凡身了 哎 你说他不动了 我就装上那死皮赖眼的 啥赖眼 不行 躺在那也不行 哎 旁边站一个风一吹 你又行啊 你又活了 死而伏生 哎 生了 那你说我不在 我不去了 那个地方太苦了 嘿 你刚一生 蒙火城中 忍听 叫好之惨啊 干嘛呀 这个时候又到把那个 嚎叫地狱里头 又等着你 这叫蒙火城中 那蒙火城 不是我们过去 那方言口 有些人 就骂死人 不得见吗 蒙火城中 哎 蒙火炎炎烧铁存 成内精神爷孤魂 孤魂罗尔新 深净土 天天发 听送发脸四举金 那发脸四举金 哪四举金呢 罗伦云了之 三十一切腹 应关法皆 一切为新造 哎 这个就能救地狱 知道吧 所以这个蒙火城中 就是那个地狱 就是那个 忍听 叫好之惨 就指的那个 好叫地狱 你 你没听过吗 过去那个不是 新度有西游那些诺园吗 就给你搞些鬼声 叫叫你 你往这边过 别鬼 吓 吓死你的 我跟你讲 比这个叫做更惨 好叫地狱 关键还有下一句 煎熬盘中淡闻苦痛之声 煎熬盘 哎 有你说 哎呀 这个里头也太苦了 我也不去了 嘿 不去了 又把你拿去 用叫油锅里炸 嘿 给你炸油条一样 是吧 给你炸啃头鸡呗 是吧 不就这么炸出来的吧 是不是 所以少吃点啃头鸡哦 那地狱里头的持品 知道不 看嘛 这里说的呢 煎熬盘里 淡闻苦痛之声 好吧 你想想把你弄到油锅里去炸 痛不痛啊 痛死了 所以你痛怎么办呢 你只是在那叫 为什么会受这个苦呢 按福教讲 就你过去可能在世的时候杀别人呗 煎别人呗 所以你那个锅里 玩你煮的那些东西 少吃哦 将来要遭报应你的 我不是诅咒你啊 这是因果规律 罚网乎 罚网恢恢 疏而不漏 我告诉你 这个罚网上面罚因果法则 谁也逃不掉的 你也吃半斤要罚拔粮的 外面那些人一听 你早着急了 我记得那书餐厅最希望我讲这个了 他一讲都吃素了 书餐厅生意一下就好了 成都市多开点书餐厅 所以要知道这个东西都有因果的 那过去的诗里头讲的嘛 是吧 千百年来碗里根 冤生四海恨南平 鱼之世上刀兵解 且庆图门夜半生 千百年来碗里根 就千年百年万年以来 碗里你喝的那罐汤 你不是叫什么 你看嘛 今天那些人喝的是个补汤 那个什么补汤 有没有好东西 冤生四海恨南平 哪个傻瓜蛋愿意死了 给你熬成汤活啊 有那么笨的猪吗 那猪说 哎呀 你这个人真好啊 我死了 你把我熬成汤里喝吧 有这样的猪吗 如果有这样的猪的话 我估计也是得到神经分裂症的 如果正常的猪 有这么傻呀 没有 知道吧 所以你是把人家傻死的 强行的傻死 要来给你熬汤活 说冤生四海恨南平 他心里有恨啊 带着憨恨而死 你想想看 他下一次不找你报仇吗 所以你要吃那猪肉 那猪在场子下面就说了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他说将来要弄你的 要收拾你的 知道吧 鱼子世上刀兵截 你要知道这个事情 为什么打仗啊 杀人啊 且进屠门 夜半生了 知道吧 你看那个屠门 你看半夜杀猪 那个猪脚 我也要为你叫 他寒狠而死的吗 他接到这个账的吗 将来找你报的 所以你到地园里头也有啊 将要盘 你也大门苦痛之声啊 所以你看你半夜杀的那个杀猪 多惨啊 这孔夫子都知道了 温其身而不原时其入 孔夫子说 我听到那个杀猪的惨状 我都不想吃他的肉 他只是从同性性的角度讲 还没有从这个浮法的角度讲 知道吧 要这个浮法里头讲这英国 嘿那才真是不虚的呢 啊 所以你还到了地狱里头 将要盘 你也淡文苦痛之声 你为什么到地狱里头 别人家砸来吃呢 别人家加油过呢 嘿 就是你活着的时候干多了 你死了就要找这个暴力 啊 知道吧 这还不算咯 这个是拔寒 把嚎叫地狱 这个是热闹地狱 下面还有 啥呢 冻结死林 则壮死青年锐吉 血肉继烈 则生如红藕花开 那个字念花 因为过去那个花 大写字跟这个 跟现在那个花是通的 所以他把它一剪起 就变成这个花 成了花了 所以那个字花 则生如红藕花开 这啥意思呢 这就是整个拔寒地狱 你说我冷 我热了哎呀太热了 我受不了了 好了下面又给你准备好了 自然 啥子啊 这个叫什么 自动进入程序 哎 那下面就你冷 你热了 好了 这也给你开个门 你转进去 什么拔寒地狱 拔寒地狱 啥味道呢 冻结死林 就是你想的拔寒地狱 比你空调 你可能测不到温度 流淋下哦 别急啊 恐怕都还要冷的呢 那里头 是吧 干啥呢 什么冻结死林 就你在里面热嘛 开始是热嘛 嘿 你真的把汗地狱 把你冻了 就凝固了 则壮世青年锐节 像什么样子呢 就像那个青年花 就是那个 你在记录里不动啊 动得发指 跟人间一样的 你看那人比动了 是不是发指的嘛 是吧 壮如 青年锐节 就那个梁花 还没开花包包 轻轻的那个 你动的时候就像那个样子 在拔寒地狱里头 哎 冻久了 那个肉要裂的 是血肉即裂 则生如红藕花开 就是那个血肉 那个比表面上 还冻着的时候啊 不是轻的吗 是吧 可是冻久了 那个 你看那个冰不是冻久 它自然要裂吗 你看你 你在冰柜里冻个东西 你时间长的那个东西 自然叫裂 就温度的原因嘛 所以一会儿 把它冻了以后 那个自然裂开 裂开以后 里面上那一层青的一崩开 里头 瘸浮浮的 脏哇哇的 是吧 瘸肉即裂 则生如红藕花开 就像那个花 你看那个梁花一开以后 一瓣一瓣的啊 你那个人的身体就像那个样子了 在地狱里头啊 惨不惨了 你看这都是跟你讲的地狱的惨状哦 所以为什么你抢的地狱这么苦 算了 我要好好修行了 我可不要坐地狱里头了 所以今天那些人呢 你为什么不好好修行呢 你就是不知道这个地狱的苦 出神的苦 变恶悔的苦 你要知道了 你敢不修行了 你敢不认真 加紧用功夫啊 所以你为什么让你多念地藏经呢 但是过去有个人写的 就是什么极乐世界游记 其实我就该提倡写个地狱游记 对吧 好像也容易写了一个 我一看 那就杀地狱 简直像出国旅行一样 地狱里头这些惨状 它那里头都没有嘛 是不是 它免续地跟人间一样 那就不叫地狱 这些上面都还不如 还不算惨的 下面还有 还怎么个惨犯 一夜死生 地下每天万变 就是那个地狱上讲的嘛 一日一夜万死万生 就是我们一夜之间的这个死生啊 在地狱里头一经了五千万遍 你比如刚才吧 把你弄来那个一趟 你又死了 风一吹 你又活了 活了又把你弄上去 你又死了 死了风一吹 你又活了 知道吧 没有消停过的 一朝苦痛 人间已过百年 就是你在那个 就是在地狱里 哎呀我受苦不尽 但是你受一残烂的苦 人间就一百年的时间 所以那么你想想看 你的地狱里面有些那个苦 受苦无期 那在人间经历多少万万年 你都出不来的 知道吧 所以平凡 狱族疲劳 那个狱族是啥 就那个管地狱的 嘿 你说那还好呢 老子现在到了那个地方 去跟阎王收个行个会 让他我到地狱里去让我去当这个玩意吧 去管那些犯人 管地狱 是吧 当个店长 你以为那是你想当的 这个狱族不是真人 真人人堕的 他可不是造业变了狱族的 这个狱族是谁呀 是你到地狱里头去 你自行所限的 不是真实的 就是因为你要造一个报 你就要献这么一个警来惩罚你 实际上最后还是你自己惩罚你自己 你以为这个地狱还好 还要当官的呢 极品啊 你以为还听起干部啊 没有 那是你自行限的 知道吧 因为你业你的缘故 所以凭反狱族疲劳 所以你天天在那个地狱里头万事万生 把那个狱族都累得不得了了 随性严用教戒哦 三个人是呢 严王有教戒的嘛 让你少干点坏事 别到我这来 可是你就不听 偏要干坏事 你来了 你不干了坏事 我想让你不来都不行 你就必须要来 受死之苦 虽悔恨 你何追哦 他就是这样 你受苦的时候 你站在那个遭受那个苦 苦爆的时候 你觉得哎呀 好苦哦 但是这个时候干嘛呀 虽悔恨你何追哦 就你这个时候悔已完已 来不及了 早至现在 何必当初呢 是吧 你少干点坏事 少了点恶意 你自然就不会在这来 但是你来了 他说这个苦爆 你才想起来 哎呀 早知道哦 我不该哦 所以这个人间啊 就这个样子的 所以大家今天啊 你别老是说早知道 我不应该 早知道我不应该这样 早知道我不应该那样 你没有早知道 哎 你愚痴 没智慧 所以好好修寻啊 要听经文法呀 要开发智慧呀 有了智慧 你就知道 哦 不造业 你不造业就不敢果啊 你就不会受苦啊 但是 有些人 干嘛呀 脱以还往 去脱以如故 有些人在地狱里头 受苦受不尽啊 又出来了 但是脱以还往 他又往那个地狱里头苦了 又有隔财之谜了 其脱以如故 又造业 跟原来一样的造业 知道吧 你要知道啊 你还造业啊 你造到业将来 还要去 在那个地狱里 受苦受暴力 这句话的意思 就跟我们呢 民间老伯兄讲的话 好了伤疤忘了通 这个就是 流到轮回的众生 内边性 嗯 其实唯使中有个名字 叫一生性 就指的这些玩意儿 就是我们今天讲 勒根性 嗯 就是把痛 苦 开始苦 一旦把这个苦一过 他又亡了 他又亡了 他又亡乎所以 又在那造心理业 造了以后干嘛 到了一定时候 又去呗 又去报道呗 所以就这样 在流到轮回里头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知知生生 无穷今也哦 这种轮回里头 不得处理 知道吧 你看这一段以上 就是讲你地狱的惨状 你想想你描述这一下 所以为什么呢 过去庙里 给你输个死网店 对吧 墨子退上刀山的 下油锅的 锯子拉的 哎 刚插插的 过去有个站子 好像也跟这个有关系 就一大刚插 插呀插过来 我过去都唱过 就是那个阎王店里头的事 知道吧 为什么过去还说这个呢 有教化意义 那人跑到那个里头 去参观 哎呦 将来死了 变得那么苦 那我别人干坏事 今天因为没有这些教材了 哎 大家都不知道了 所以就不知道 指握修丧了 但是很危险的 你要不指握修丧 不知道好好修行 我告诉你 你可到了地狱里头 那个时候你就毁之万一 这不管我们今天在这个座里 除了你的师父也好 在家里心中也好 哎 大家要仔细思量哦 到那个时候谁也气不得哦 嗯 就像那个叹哭了的时候讲你 到时候 一生罪业 随个替得半分的 这个里头可以没有转移的哦 可以没有贷款的哦 所以你贷不贷呀 我带点业障给你 没这回事嘛 是吧 到时候你都自作自受的哦 所以你别今天等闲事之 好像哎呦 无所谓 麻木不仁 你试试看嘛 到那时候你就知道了 到了那个时候 就是这上面两句话 受死之苦 虽很会以活追哦 那个时候你想有办法都没有办法了 为啥 叶宝向前了 哎 就等于那个车一样烧了港速公路了停不下来的啊 你知道到了那个地方呢 由不得理了 那夜里的力量 就像我刚才讲的 投身人也是一样 那个夜里的力量 牵着你 你不去都不行 哎 等于那个夜里就有个吸引力一样 就把你一下子给引过出来 我不知道各位 有那个感觉没有 我过去小时候 夏天嘛 热啦 就跑到那个河里去洗澡 背着父母咯 我们那里有个大河 大河长得水呀 那个河 那个水就很快哦 在那些回水的地方 就那个漩涡 我就我就有那个经验 嘿 你游游游 不小心到那个漩涡 那个力量 啪 下去把你嚼下去了 你想你想 说哎呀完了 这一下该蒙死掉了 你都来不及了 那个时候 所以你 头生的时候那个感觉 就有的那个感觉 你知道吧 那经典上描述的 所以这个地方 你你你你 你真正的上那个时候 你说我不去行不行 不行的 那个夜里的力量就来 一下子就把你转进去了 啊 真实的 知道吧 所以这一段 就是讲的地狱里头的惨状 啊 再下一段 就是讲能转难思逸 就你在这个轮回里头 转过去转过来 好多事情 你想不明白的 你看不清楚的 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稀奇古怪的 那么这一段里头就有好多故事 哎呀一讲故事 恐怕今天晚上就搞不完 我尽量简单一点啊 编路除雪 谁知无母之卑 啥意思呢 这个公案 我上次回来听那个能干法师 讲那个 讲那个沙米驴的时候 犯盗窃里头 他已经讲过这个 啊 就是发生了 就是发生了南京的啊 所以有一个有一个有家人啊 他生了个小孩儿 那个母亲生了个小孩儿 生了没几天了母亲就死了啊 后来这个儿子长大了 他们家有头女 知道吧 那么的跟弟的 有一天呢 这个女啊 走慢了 这个年轻人呢 就拿了鞭子 死去抽她 抽到这个女的身上流血了 很疼的 但他说不出来 但是呢 晚上他就跟那个儿 那个小青年托梦了 他说啊 儿啊 你别打我了 我是你妈 他说 原来我活着的时候啊 我给你第一洗衣服 你那个包包里有十两银子 我没跟他讲 我就把他拿出来了 所以我等于换道家 偷的了 没跟他讲啊 哎 外面那些长头发都听清楚了 你要回去洗衣服 看那包包里有陈子有钱 你不经过允许拿了 就是换道家了 现在要变绿的 所以他说 我全是 我活着的时候 就是跟你父亲洗衣服 那包包里是的名字 我没跟他说 我就拿来狮子用了 好了 我这一生呢 就变绿子 还在这个家来还债 知道吗 他说 我很辛苦的呢 你别打我呗 你把我身上打出血了 哎 那儿子梦一醒 哎哟 他一想 是啊 我白天打了我们家来的女子 哎哟 搞了不然她还是我妈呀 我咋不知道呢 知道吧 据说她白天第二天就跑去 她说你要是我妈的话 我哪个草你就吃 哎 那个女子她真吃草 哎哟 我的妈呀 我的绿妈妈呀 是吧 她后来就对那个女子好对很难 就怕争当她的妈咯 所以这一段叫边路除雪 谁知无母之卑哦 就指的这个故事 知道吧 下面一个 穿藤旧徒 淹死乃翁之痛 啥意思呢 就是过去有个屠夫 那个臀就是猪嘛 旧徒要拿去拿了一个猪 养了一头猪 大回猪两白斤了 拿出去窄了 知道吧 但是怎么拉也拉不动 那猪人们大的力量 怎么几个人都弄不动他 哎 就说有一次文书菩萨知道了 文书菩萨就发现一个凡人 就去跟他说了 他说 你们拉不动啊 我来试试看 完了那个人 那个屠夫跟他说 要人帮忙吗 他说不要 那屠夫心里想了 我们这么多人拉不动 你还拉得动啊 嘿 那个人走去就有办法了 这个屠夫啊 这个屠夫啊 他就 那个人去拉 怎么拉动你呢 他跑到那个柱面前 就喊那个屠夫 以前的弟的名字 他喊一声 那个堆一下就跑了 为啥呢 那头猪是那个屠夫的 第一头台的 知道不 所以他喊他弟的名字 那个猪就听懂了 哎 他这字就跑了 所以这个就是 说你啥那头猪啊 你怎么不知道 他是你弟呢 他知道痛的 所以拉他去啥 他就跑 他不动 知道吧 所以这个故事是指的这个 下面还有肉 吃起子 而不知 文王善儿 这指呢 周文王 周文王是圣人哦 演八卦哦 知道吧 那这个故事怎么来的呢 就是周文王啊 周文王 周朝的前朝 什么朝啊 阴朝 阴朝有个倒霉的皇帝 叫啥呀 阴周王 无道呗 方阴无道 据说这个人 周文王那个时候 还是他手下的一个猴哦 诸侯哦 他很仁义 就是这些人就想涌在他来当王 比如这个阴周王知道了 阴周王不是把他求起来吗 把他关起来吗 就关在监狱里面上 他写了八卦吧 据说是哈 嗯 就这么来的咯 那么周文王 那个阴周王把他关起来 不让他出来 要把他杀了 但是有个他所谓的一个大臣呢 就出个主意 所以你也别那么方里方张的 他们都说这个周文王是圣人 你去试一下就知道了 他说他要不是圣人呢 这些人就不会拥戴他 他说怎么试呢 他说啊 你把他的儿子 就他有个儿子 叫白鱼烤 是周文王的儿子 他说你把他儿子杀了 把他那个儿子的肉煮来 端给他吃 看他知道不知道 他要不知道他就不是圣人 你就不用担心他 结果那个阴周王真是哦 就把周文王的儿子 叫白鱼烤给杀了 就把他那个儿子肉裹下来 煮了一碗肉给他端去 那个周文王端到一吃 哎呀 今天那个肉还真好吃的 比以前那个猪肉还好吃 他哪里知道那不是猪肉啊 是他儿子的肉 哎 后来他就放心了 那阴周王说看了他也不是圣人 不用担心他 所以这个地方典故去说的这个 十七子而不知 就吃他儿子的肉 吃白鱼烤的肉 文王上尔 他还不知道理 就指的这个 下一个 单起轻而未食 樊略皆然 这又是个典故 知道啥典故吗 就说在唐朝 有一个大夫人家姓魏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沙梦 那个金庸写的小说叫啥呢 魏小宝那个魏 就姓魏 叫魏庆植这个人 他有一间呢 他们家大请要宴请宾客 当时他就之前呢 他们家有个女儿 有个小女儿很可爱的 可这个小女儿啊 从小就偷他家的东西 在座里面干过的举手 我估计不多的 你小时候要么偷发生吃 要么偷你低包包那个钱 一毛两毛的 都偷过吧 搞清楚换道歉的哦 这个小女儿就是哦 他找到这个果包的哦 他就是活着的时候 偷他弟弟钱 经常偷来去用 后来他很 腰折了死了 就变了一头羊子 知道吧 所以后来有一天呢 他们家要宴请宾客 就要杀这个羊子 头天晚上他就跟他妈托梦 他妈呢 明天杀羊子谁 你就别杀那个亲手的羊子哦 那就是我偷胎的哦 他说我原来活着的时候 偷你们钱用哦 就精神变了这个羊子来赏暴鸡咯 哎他妈那梦一醒 第二天跑到那个羊店里去看 哎 这一头羊 那个羊上长的毛绿绿的 就跟他那个女孩子 生前穿的那个毛线衣服一模一样的 哎呦 他就知道这是他的女儿咯 他就跟那个傻 他们那个厨房里打招呼 说明你们宰羊的时候 别宰这头羊哈 可是他的丈夫只不知道啊 他丈夫回来以后看 嘿 老子要请客吃饭 你们咱们还不杀羊子啊 知道吧 结果他啥来煮了 中午吃饭就摆了摆在桌子上了 那个卫星直接喊各位请啊请啊请吃羊肉啊 那些人都不拿筷子 哎他就搞不明白了 哎 哎他说怪了 你怎么弄个小女孩子肉给我吃呢 哎他越听越奇怪了 他就又问 他的妻子就告诉他了 说这个是羊啊 吃我们前世那个要求的女儿头拍变的 哎呦他一听放人大悟 所以这个就这个就这里 但其亲而未死 就吃他亲生的女儿的肉 他都不知道 樊内皆然咯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这样子的 下面还有咯 当年恩爱金着冤家 其日叫叩仇金尘骨肉 习为母而金为父 习是翁而心着父 徐命之日可修可耻 天眼世之可笑可怜 这是啥 这里面还有个公案 还有个公案呢 就是有个人呢 有一对夫妇生了个儿子 不久 他这个丈夫就去世了 他这个妈呀 就特别喜欢他这个儿子 可是没过几年呢 他这个妈也死了 知道吗 这个妈也死了 就到给你不远的村庄投身了 就投了变成一个女儿 变成一个女的女孩子 因为他他生前的时候 担心他这个儿子吗 所以他死了变成一个女的了 后来没多久啊 他就嫁给他这个儿子了 但这次不是儿子了啊 这个儿子比他大几岁 就嫁给他了 嫁给他当他老婆了 他们两个又很恩爱 因为他全身就有这个牵挂 又生了个儿子 这个儿子是谁啊 这个儿子是以前他们家的头人 仇人的头的胎 有一天 这两夫妇喜欢这个儿子啊 又撒了一个鸡 炖了鸡汤 正在屋子里为这个小孩吃鸡肉 然后循环着落地 很是高兴 这个一个徒站人跑到家里去了 这两个人就不高兴了 说在河上怎么不懂规矩呢 跑到我家里来干啥 那河上说 我不懂规矩 你才不懂规矩呢 你才可悲呢 说为啥呢 说你吃你爹的肉 娶你妈当老婆 养了仇人的孩子 说你乱说啥 他说啊 你们吃的那只鸡 就是你过去的爹来投胎的 你现在娶的这个老婆 就是你妈去世以后投胎转过来的 你们现在养的这个儿子 就是过去你们仇人家里 来死了投胎 来当你的儿子来收债的 你可要小心 知道吧 所以就像这个地方 当年恩爱 今做冤家 就有些人当年恩爱 后来成了冤家仇敌了 习日扣仇 今成骨肉 就以前呢 你们两个是仇人 是冤家 今生搞不好 又成骨肉兄弟姊妹了 是吧 习为母而今为父 就做的这个吧 他上一世是他的妈 今生就跟他当媳妇了 就是翁 而新作夫 就是过去是他的那个爹 今生就跟他做丈夫 哎 他不相信 哎 这个和尚说 那这样子 我借这个神通给你看一下 所以 那徐美 那么和尚 这个和尚有神通 你才孰命之之 可耻可笑 他本来有孰命通 他就知道 所以他就跑去笑他可怜嘛 但是这个人不亲啊 所以那没关系 他说我借这个天眼给你看一看 所以 那个 那个 那个人呢 就把那个天眼借给他一看 哦 当真了呢 那个鸡原来是他的爹 那个 他老婆是他以前的妈 那个儿子是他以前的仇家 哦 他这还相信了 知道吧 就好好学服啦 是吧 所以天眼是之之 这可笑 可怜啦 哎 那真是可笑的 哎 哪有天下这样的事情呢 哎 你看仇人成了 他的儿子了 所以 他一会就醒悟了 翻转悔悟 就开始学服 说他的儿子后来也比教派了 就没报仇了 那不断在找他报仇的 过去 有这样的事情多了 所以 觉得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们家那边的这样的情况 你精神就要解决哦 不要等来生了 来生这个叫了不完点 就说当年那个人海法师出家 就跟这个有关系 人海法师啊 过去是团长哦 当官的哦 就成都的警备司令都当过的哦 陈防团团长 是吧 卫戍部队 他当然过去当兵嘛 难免杀过人咯 所以他出 他那时候出家很晚的 他出家都快40岁了 他前面生了三个女儿 哎 有一下他在公馆里头 过去叫公馆嘛 在公馆里头中午睡觉 这里躺一躺躺 躺躺摇摇摇的 迷糊糊的 哎 就看到他以前杀过一个当兵的 那个当兵的影子就进来了 哎 他就惊喜 哎 这不是以前我枪毙的那个当兵的吗 给了一会儿 那个节省婆就来抱起来 恭喜老爷 你们欠了一个公子 生了个男孩儿 哎 那个男孩儿生出来 他跟他起了个名字叫黑味儿 叫黑味儿 但是这个小孩生下来 从来就不让他抱 一抱他就哭 哎 就说长大了 有几岁了 他就问他 说黑味儿啊 你长大了干啥呢 他第一句话就说 老子长大了 杀你 他一听 嘿嘿 他就想起他以前 刚上那个小孩儿 在那迷迷糊糊的 看到那个当兵的进来 他一想 哎呦 这个家伙儿 就是我过去 枪毙那个兵来投胎的 来收债的 他一想算了 这个事件真凶险 老子是出家当活上算了 他就 那样法子就出家了 要当活上了 就是他那个黑味儿 后来也学佛了 他们那些老的老爷辈的 禁止是你还讲 他后来还在禁止 去住着学佛的 现在还不知道 再不再搞不清楚了 恐怕有转世了 所以那些仇家呀 觉得这样的情况 你就要好好 要学佛法 才能解决的咯 所以这一段 就是讲能转难思议 你想想看 这里头这么多公案 这么多故事 怎么变过去 那么变过来 你哪里知道啊 你根本不知道呢 难思难量不可思议 下一段 讲人生的苦难 人生有什么苦呢 纷会从中 十月包场难过啊 我们昨天说 你父母母亲对你有恩 怀胎十月 可今天反过来讲 你在母胎里住着 纷会从中 你看你在母亲肚子里头住着 是不是在纷会从中吗 你呢什么大肠 小肠 还有什么胃 你那个胎 不就在那个肚子里头吗 又脏又臭 嘿 你还只能住在那个地方呢 纷会从中 十月包场难过 那个十月怀胎 那个胎包 把你包在里头 你很难过 你那动弹得吗 动弹不得的 所以人生一头脚就是苦 龙血道理 以死倒下可怜 龙血道理 那龙血道理是什么 就是产道 你出生的时候 不是一个产道吗 以死倒下可怜 你看 你从那个产道的 就是倒着出来的 是吧 可怜兮兮的 为什么可怜 你可怜 说你生下来就哇 你看人生下来不就哭吗 你要不可怜的哭啥呢 是吧 所以我常讲 人生生下来 第一反应就是苦 哭啊哭啊 他喊苦声 就苦声 是吧 所以少也何止 东西莫变 就你小的时候啊 你哪里知道啥呀 东西莫变 东南西北的都分不清楚 长而有时 贪欲变身 可是他那长大一点的 有知识了的 贪欲又起来了 贪心又起来了 要想挣钱 所以就像那个 就像那个 贪哭了的 吃的想想的一样 像多赚几户 赢钱 多买几户 好田地 多去几方美妻子 都想这些 就是贪欲 多挣钱 多买田地 用今天的话讲 就是多赚钱 多止资产 是吧 交去美节 那一大群 就贪欲变身 哎 可是再没搞得久呢 虚与儿 老病相寻 是吧 等到你搞得差不多了 又老了 老了又生病了 老病相家 迅速而无常又至 什么叫无常啊 你死不远了 这个没过多久呢 哎 这个你死去又不远了 要死的时候 你看 风火交间 神死于中困乱 哎 没死过啊 都没经验啊 我这个地方 评书上跟你讲 就是人啊 用符法讲 你都靠四大组成的 地水火风 知道吧 所以这个地方 说人要死了 这个四大就开始分裂了 啊 所以那个 你看这个地方 风火交间 就是风大 火大 就开始煎熬了 所以你你人要死的时候 那个身上啊 就千刀万剐 要崩裂 山崩地裂一样 啊 要把你这个身体拉开 那么疼 所以这个时候 风大就开始 你看慢慢不知道 情绪呼吸了吗 火大 你那温度就开始 要降下来了吗 是不是 所以一看 慢慢的水大也要分裂了 所以一看这个人 又出出血汗了 一抹手 冰凉冰凉你 冰凉那个手上出的那个汗 悬挖悬挖你 我告诉你 别治了 也别抢救了 赶快办 准备后事 一定是要死的迹象 四大都要快分裂了 你还有救啊 啊 罚手再次也不行 我告诉你 哎 马上就要快了 这书上说的哦 福告诉我们的哦 哎呦这个经验哦 现在碰到你们家那些人 要是不行了 你可别做那些无为的抢救 这个时候你赶快跟他念福 赶快让他修行 他还能够往生的 所以烽火交建 神识与众溃乱 就那种痛苦 四大要分裂了 你整个神识都被冲乱了 所以有些人老是说 你好好念福吧 哎呀算了 我少念点 等到我要死的时候 你来给我祝念吧 你自己那个时候 都提不起自己来 给你祝念也不管用 你神识都乱了 所以你必须平常有功夫 平常有资粮 老老实实念 到了那个时候 你们都是祝念的时候 你那个神识才不会溃乱 你才能够随念往生 如果那个时候 你自己没有念头 烽火交加 神识溃乱 你哪里还能往生呢 往生不了的 不仅如此咯 精血季节 皮肉之外干枯 你看那个要死了 你看那人一挪起了 那个人的皮肤 是不是开始变黄了 一摸 里面是干的咯 是不是 精血季节 并且 那个人呢 有时候你挪起了 你看有些人 你看那个有纪念的人 你看那些 跟那些死人穿衣服的 你们注意咯 你看有些人 他虽然掉挪气了 温度也没了 可是他最后那一场了 有些人可能还会有一点药 有些人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粪便出来 知道吧 就这个时候 他精血最后干枯净 所以皮肉之外干枯 慢慢就干了 无一毛孔 而不又比真钻 就那个痛苦的状 就你每个毛孔都像针灯刺一样 那么疼 有一翘 而该从刀果 什么翘啊 鼻 酒 翘嘛 是吧 这些嘴啊 等等的地方 都像刀在果一样 知道吧 龟子将喷 其脱壳也容易 就那乌龟啊 比如那些灯乌龟汤的时候 王八汤的时候 它那个壳 脱起来还挺容易的 可是这人呢 人至于些 其具体也被难 就是人要想要死了 你那个神死要离体 难了 为啥 贪心吧 艳丽吧 所以你看不是过去讲个故事吗 说有个老头子要死了 他那他也都不挪去 他就看着那个灯 为啥 他一生吝啬 那个灯是两根灯草 他就是躲不了去 是吧 哎 他那媳妇聪明 他一看他那样子 就把灯盘跑掉一根 喷 一下子连起来就死了 知道吧 因为这个时候那些贪嗔是要向前的 所以 气去体也被难 所以你要断气 他又挂爱 知道吧 有贪欲 挪不了气 所以这一段呢 就讲人生的苦难 你看吧 就从你的母胎里头 讲到你死 这一个过程跟你描述出来了 人的被子不就这么个阶段吗 你看看 人生苦不苦难啊 众多的苦难 所以福太告诉你 生老病死苦啊 苦苦苦苦苦苦 知道吧 所以那些和尚 他天天把这个化成修行 对吧 所以让你敲母语的时候 生老病死苦 苦苦苦苦 敲了半天 你也没觉悟 哎 那都在跟你说法呢 知道吧 所以人生就是这么多苦难 下一段 结生相续 心无常主 对伤苦而处处奔驰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个心啊 你的神识啊 没有常主 没有常主 就这么 你不是哪一个主人 对伤苦而处处奔驰 就跟那个什么张骨 就是做生意的人 你说那个做生意的人 有固定的顾客吗 没有 谁哪能赚钱往哪跑 知道吧 所以你这个人的心啊 你这个神识也是 你投胎 你有固定的吗 一会儿投生到北京 下一世投生到南京 一会儿投去变马 一会儿投去变驴 一会儿投去变油 一会儿投去变狗 没有固定的处处 居无定所 缥缈不定的 圣物定型 是防无而频频迁徙 就你这个身体的形状 也没有固定的 就像那个搬家一样 一会儿搬到这个地方 一会儿搬到那个地方 知道吧 大千成点 难从往返之生 就大千就是大千世界了 这个成点 就这个大千世界 有好多灰尘点 多不多 多 但是这么多灰尘 难穷往返之生 就是这么多灰尘 这些数量 都没有办法来计算 你投胎的这个次数 你升起那么多 就不计其数 四海波涛 数捷别离之类 你看 一时天下南山不周 这些太平洋 什么大西洋 那里头那么多水 都没法计算 你在这个人世间 生你死别哭的那些眼泪 都不知道有多少次了 呃呃几骨过比丛山 就形容你 你每次投胎 那些骨头都捡下来的话 比那个万丛山 峻林还要高 满满横尸多于大地 就你看 那个遍地 白骨堆尸 那些尸体 那个大地都堆不倒 这就是讲啊 你这一辈子 人啊 一辈子这个 结身相续 你看 多少次 啊 从没见断过 就像那个 无言水一样 一滴一滴的 所以为什么 我把它 就概括成 结身相续 啊 这就是我们生命 你造的一个遭遇 好了 往下 这是最后这一段里头 就是这么呢 既然我们人生这么苦 对吧 我们生死苦还得这么苦 怎么办呢 就是最后一个 叫一教发心 就一福法的开道 一福的教道 要发菩提心 那怎么发呢 他说啊 相使不闻福语 此事谁见谁闻啊 他说我呀 要是不听到福讲 我自己也不知道 也没看见 这个人生原来这么苦 这个人 未读福经 使你胭脂胭绝 他说我也没看见福经 我不专业福经 我也不知道 这样一个道理 啊 回 其回一全贪恋 人命就吃 所以我们不听福的话 不读经典 我也可能 就是意思说 我要是没遇到福法呀 我也还跟到原来的那个贪恋 跟到原来的那个习气 烦恼一样 还贪恋 世间 人就痴迷 还这个世间 执迷不悟 只恐万劫千生 一臭 别臭 所以呀 我好是担心了 哎 我要是还不明白这个道理 我还要不听福的话 我万劫千生 一错再错 就是永远都错下去了 就没有机会了 人生难得而一死 两死一往而难追哦 什么意思呢 就我们这个人生 得来不容易 但是我们丢的这个人生 太简单了 一死人生万劫不服啊 两死一往而难追 说这么大好的时光 这么好的人生的时光 好容易错过的 错过的时间 你再也追不回来了 趁就 一趁光阴一趁金啊 趁金难买趁光阴 等等你这时间一过 你还想 哎呀 我再年轻十岁就好了 那有些老的人 他就想 哎呀 再给我十年 我要怎么的怎么的 年轻人是不知道觉悟 所以我们今天 你碰到了福法 听到了福利 真智慧 你就要有这个觉悟 要珍惜这个人生 要珍惜这个光阴 如果你不珍惜的话 道路明明 离别长久 就是这个人生的 这个路到轮回的路啊 明明茫茫的 啊 离别长久 哎 这个就是 你在这里 在那里待 你哪里搞得清楚啊 山土恶报 繁治受之 就是如果说 我要不珍惜 我还要在这个山土恶报 就山 山恶道里头去受报 你自己还要去那里 还没有办法呢 痛不可言 所以那山恶道里苦 前面都给你描述过呢 地狱怎么苦 边畜生怎么苦 是吧 边恶鬼怎么苦 都给你描述呢 谁当 相待 谁能够期待你啊 谁也替代不到你 自作自受 所以那个哭漏词 你不是讲吗 一生 一生 大现来世 国子分 一生罪业 水果剃得半分里 没人能够替 言行及此 能不含心啊 所以那我爸话的 说到这个婚伤呢 你难道你的心里头 还没生起点点 那种畏惧感吗 那个含心就是畏惧啊 你还没生起恐惧心吗 我都把这个生死的苦 人鬼的苦 地狱的苦 人的苦 恶鬼的苦 畜生的苦 全都给你描述了 都跟你说出来了 你还没得畏惧感 你还不知道 往上敲一棚 你还不知道处理 所以他马上就劝了 事故一印 断生死流 除爱与海啊 所以那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劝各位啊 要赶快 发起菩提心来 把这个生死流斩断 除爱与海 就是把这个 爱与的贪嗔痴 要断掉 自他兼济 同等彼岸 所以不仅我自己 要断除爱与 除离苦海 要远一切众生 都要让他们 断除爱与 除离苦海 所以我们讲嘛 我老讲 那个长江劫流 那算大本事 我们可是当年宣传 哎呀 你看那个长江 我都把他流 跟他劫断了 但是你 什么江流的流 都可以劫 唯独的这个生死苦海的流 你最不好劫了 所以我常讲啊 我们要发起大心来 有大智慧 要不然这个生死苦海滋留 截断 不然的话 还有 你这个人生啊 这样长期的持续下去 就像那个写诗里讲的 长停更短停了 活处是归成了 这六道轮回以后 这一生转到那一生 这一道转到那一道 哪个时候才这个尽头啊 既然我们今生有这个福报 闻到福房了 为什么还不努力呢 所以他说 旷解书 勋 再次一举 就九月五两九月一来 我们今天碰到这么殊成的缘 就再次一举了 就成不成功 就在我这一生 所以这就叫什么 叫抓住机遇啊 不要错过啊 什么时候是机会 这一生就是机会 什么时候是机遇 今天当下这一念就是机遇 所以是为伐菩提心 第六因缘也 所以这个生死苦还这么苦 堕地狱也苦 变出生也苦 变人也苦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伐起菩提心来 自他两立 同等彼岸 都要摆脱碍于 摆脱生死 成不成 成败在此一举哦 所以这句话用我们 普通脑不信的话 就是脑子拼了命 啊 都不辜负这一生 我一定要找到个 出土出头之日 我一定要把这一生 当作我处理轮回的机会 啊 我绝不虚度光阴 所以各位啊 你看这个沈阳大师 为什么把这个生死的苦 给你讲的这么彻底 就是希望各位 念生死的苦 发起菩提心来 啊 得人生也不容易哦 所以不要虚度光阴 啊 好好好地发起心来 啊 用这个菩提心的大船 能够多生死的苦海 好吧 哎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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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